LTC的負擔還有這個做見證的 是分別來自於我們 本堂的這個洪翔弟兄還有新莊神人教會的 佳瑩姨姨姨跟淡水基督教會的美芳姨姨 你們要先看影片是嗎 好我們先用熱烈掌聲歡迎他們 各位五谷禮拜堂的弟兄姊妹平安 我們是MTC侍奉訓練學校的學生 我們先自我介紹 我是美芳 我來自淡水基督教會 我就讀SCM一年制 我是新莊神人教會的佳瑩 我也是讀一年制 弟兄姊妹平安 我是本堂的學生洪翔 我也是就讀一年制 很高興來到這裡跟大家見面 我們學校特別為了要讓大家更認識 我們MTC侍奉訓練學校 特別準備了一片一個短片 要讓大家欣賞 現在請大家仔細的觀看 You've done it again Lord You've done it again You've done it again You are good and You are mighty and You are merciful and you keep taking care of me when I don't deserve it praise you Jesus you are Lord give me another one Lord guide me to who you want me to help raise up more that will call upon your name raise up those that love you and seek you and trust you raise them up Lord raise them up Lord we need a generation of believers who are not ashamed of the gospel we need an army of believers Lord that hate to be lukewarm and will stand on your word above all else raise them up Lord raise them up I pray for unity among those that love you I pray that you open their eyes so that they can see your truth Lord I pray for your hand of protection and guidance raise up a generation Lord that will take light into this world that will not compromise when under pressure that will not cower Lord when others fall away raise them up Lord that they will proclaim that there is salvation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raise up warriors Lord who will fight on their knees who will worship you with their whole hearts Lord Lord call us to battle that we may proclaim King of kings and Lord of lords I pray these things with all my heart raise them up Lord raise them up Lord 好的 謝謝 사람들의觀賞 相信看了渡 rece hellu froid 那麼 destroy 1009 747 00328 也是神確的 齊倒楊 艾了 s wind coots 護字幕 飯 謝謝stream 相信看到這短片之後 已經激起大家 來念MTC的熱情了 那我们现在还要请神人教会的 佳莹姐妹来为我们做见证分享 感谢主 那我们跟旁边人说 请问你醒了吗 醒了吗 好 在这里面我最得帮助的一句话就是 主让我们再为你多得一个人 主再 我可以再为你多得一个人吗 再给我一个人 那也成为我最近生命光景里面一个最大的祷告 我跟上帝说 主我可以再为你多得一个人吗 当我在分享这个见证 我站立在这里的时候 其实我里面非常的感恩 我觉得能够站在这里分享我的见证 是上帝的恩典 我记得天后哥在我很困难的时候 他告诉我一句话 他说困难越大恩典越大 困难越多恩典越多 我感谢神 我今天可以站在这里 分享MTC 我的见证 我的分享 我是一个学校老师 所以你们第一张看到的是什么 考卷 我今天不是要来考大家 其实是 我觉得过去的一段年岁里面 对过去的一段日子里面 上帝给了我一张信心的考卷 而且这张考卷 我觉得上帝可是为我精心设计的 因此我生命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风暴 我生了一场很严重的病 我在这个癌症的病痛当中 我承受许多的痛苦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放下 我很热爱的教学工作 可是在那场疾病当中 我不得不放下 当我放下的时候 我发现我里面整个空了 我跟上帝说怎么搞的 我怎么会我里面是空的呢 我认识你这么久 在我这场疾病里面 我发现那个空让我感觉到害怕 因此我再次的去思想 我要怎么样活着 怎么样在我活着的每一天 我可以经历神 我可以更多的认识神 过去的我从来没想过放下 我的教学工作 总是想等退休后再说啊 等到我孩子大了再说啊 等到我有空再说啊 等等等 我想上帝可能没有要让我等那么久 所以在这一场疾病当中 我重新安排 我重新去思想 上帝让我重新改变了 我人生的计划 因此 当我在寻求 我为什么要读MTC的时候 上帝用这一段话来问我 在约翰福音21章15到17节 耶稣对西门彼得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彼得说 主啊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 然后连问了好多次 当我在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主耶稣仿佛好像也在问我 佳莹那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你的身体 你的家庭 你的工作 你的舒适圈 你所在乎的一切一切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老实说 当下的我 我跟主说 主啊你知道 我不够爱你 过去的我不够爱你 现在的我更不知道要怎么样来爱你 而且我 甚至那时候我也有一个想法是 主我还有没有时间 活着的时候来爱你 但是我跟主说 主我愿意耶 我愿意放下 然后更多更多的来学习爱你 主好像有一个很大的力量 很大的回应告诉我说 那你就不要挂虑 你不要怕 走出船外 就去读MTC 一再的告诉我 不要怕 你就去读MTC 也因此这样 我相信 当我走出我的舒适圈 走出我里面 好像一直以为 一直自己的人生规划 我走出那一段 我自以为是的人生规划 我走出船外 我相信我可以战胜 我里面的恐惧 也可以倚靠神 翻转我的生命 因此我告诉天父说 谢谢你 谢谢你给我 我要展开这一段新的旅程 在这一段 这一年的学习里面 上帝让我的生命 有很多的突破 有很多的更新 每天我紧紧地抓住 神的话语 每一个应许 上帝好像不断地鼓励我 叫我不可丢弃勇敢的心 以至于我每一次 回去看回诊报告的时候 我从我一开始 我要紧紧地抓着我的老公 说纵任你一定要陪我去 到渐渐地我可以 自己勇敢地走到诊所 走到医院 然后自己跟医生 谈自己的病况 在那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我里面 那个勇敢的心 因着抓住神的应许 我越来越勇敢 接着我面对我婆婆 也生了一场重病 一样是癌症 在我的里面 那时候我原本以为 我会抖到不行 我可能会觉得 我里面信心 会一下子被击垮 但是并没有 在这一年当中 我觉得上帝的话语 是这样真实地带领我 以至于我里面充满了信心 而且更多有复活的眼光 就好像神不断地告诉我 你不要丢弃勇敢的心 他与我同在 那我也在这一年当中 经历到神是耶和华以乐 的供应我的神 他是信实供应我的神 我头一次在这一整年当中 我没有薪水 我没有钱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会有那个 没有赚钱的日子 那但是在这一年当中 神的供应真的很信实 我觉得我不只从头到脚 从里到外 我经历到很多神的供应 包括我们家还买了新车 我还换了一台新的摩托车 我觉得我里面非常的兴奋 所以我发现神的供应很信实 在我的心里面 在我的物质生活上面 上帝都真真实实地让我经历它 给上帝一个掌声 那在这当中 我用敬拜 用赞美 用感恩迎接我每一天 我越赞美我就越喜乐 我越赞美我就越感恩 因为在许多的时候 我在赞美跟感恩 在敬拜的里面 我看到神的手 从来没有离开我 而且在内在医治 倾听神的声音里面 其实我常常感受到 天父真的何等地爱我 也何等地爱每一个弟兄姐妹 他的大手 其实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所以其实在这当中 我真的经历到 我们能够爱 是因为神先爱我们 我们能够服侍 是因为神的恩典 我因着我可以服侍 我充满了许多的感动 每一次我去 要准备要去立起营 或者是准备去国内短宣 我里面充满担心跟害怕 因为我不知道我在外面要吃什么 我要住哪里 但是神很特别的 我每次去短宣 甚至我去立起营 我吃的蔬菜都是有机菜 都是旁边的田 那个什么农田当中 人家种的 我们甚至还自己亲自去 去拔菜来吃 我真的知道上帝 眷顾我一切的需要 也看见 当我有力量服侍的时候 是神先爱了我 让我里面重新有力量 所以主的手 就像这个桃这样的手 或许我曾经经历过一段 我自己觉得是破碎 是痛苦的日子 但神应许 他就是那一双手 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他要磨我们 塑造我们 给我们有不一样的人生 所以弟兄姐妹 我很想要问各位 你现在的人生是上半场 还是下半场 你想要在你的人生当中 怎么样重新出发 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一副牌 你的手上都有一副牌 那你要怎么样出你的下一张牌 你的下一张牌是什么 我相信当我们愿意走出去的时候 神为我们预备的是什么 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未曾想过的 我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说 当我们愿意走出去的时候 神为我们预备的是什么 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过的 相信当你走出去的时候 你我的生命在神的国度里面 可以翻转生命 活出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命定 而且我们为主可以活得精彩 感谢主将荣耀归给神 MTC侍奉学校 真的是我从小到大 读过一所最棒的学校 只要你愿意 来接受装备 我相信神给我们的祝福 是百倍千倍的 一定超乎我们的所求所想 我相信圣灵已经将感动 放在各位的心中 我们听了佳莹姐妹的见证分享 也看了那一段影片 我们要将这份感动 化作行动 现在我邀请各位 邀请各位 有感动的弟兄姐妹们 请举起你们的手 让上帝看见 你们愿意跟随他的心 请你们举起你们的双手 哇我们看见了 真的 我们看见了 上帝也看见了 在这个时刻 我们要将掌声荣耀归给我们的主 是的我们要请我们的同学 帮忙把我们的招生简章 及报名表 来发在他们的手中 也请你们站起来 请你们站起来 请愿意来就读 MTC侍奉训练学校的同学 请你们站起来 我们要请安寧牧师 要为你们来助导 请刚才举手的弟兄姐妹们 愿意来就读 MTC侍奉训练学校的弟兄姐妹 来站起来 勇敢地站起来 我们要来为你们助导 还有我们会把我们学校的简章 及报名表放在这边 请大家务必要记得报名哦 好我们一起来为他们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为他们来祷告 我想他们这个 愿意站起来就是决定了 我相信还有很多弟兄姐妹 心里在挣扎 心里在挣扎 没有关系 我想圣灵会继续在里面 在你里面来工作 好不好我们就同声开口来 为他们来祷告 我们求神不断的用祂的爱 用祂的声音来兼顾 他们每一个人 让他们立定心志 真的愿意为神来装备自己 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 耶稣谢谢祢 主要是祢自己的爱 主要激励 祂这么多的弟兄姐妹 主要是祢自己 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 来感动他们的心 祂是他们愿意 祂来回应 祂祂祢的呼召 耶稣我们爱是因为 祢先爱了我们 主要当我们爱 当我们服侍的时候 主要我们会发现 我们自己的不足 主要以至于我们 需要装备自己 主要我们需要在 侍奉的耶稣 那个耶稣能力的里面 装备自己 我们需要在 真理的里面装备自己 我们需要在 你圣灵的恩典里面 装备自己 耶稣还是求 求你耶稣继续的来兼顾 耶稣这些已经站立 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 耶稣他们既在你的面前 立定心志 欧主要是就求你 为他们来预备 一切的恩典 欧主要一切的需要 欧主要不管是时间 不管是欧主要学费 不管是欧主要他们的 欧主要信心 欧主要还是都求你来预备 欧主要还有许多的弟兄姐妹 欧主要像欧主要 仍然在挣扎的里面 圣灵啊还是要求你继续的 欧主要在他们的里面 对他们的心来说话 欧主要是他们 欧主要真的是愿意 欧主要成为一个 跟随你的人 欧主要成为一个愿意 欧主要真的来装备自己 为你当兵的人 欧主要是相信 欧主要当我们愿意来装备 来服事的时候 先蒙福的是我们自己 欧主要因为我们的生命 可以透过这个学校 欧主要先被你自己来调整 先被你自己来更新 先被你自己来翻转 欧主要先被你自己来建立 欧主要以至于我们有 欧主要更大的能力 有更大的爱 欧主要有更大的生命力 欧主要能够去祝福更多的人 欧主谢谢你 欧主要为你所做的 这一切的恩典来感谢你 还是要求你继续的 欧主要用你圣灵的大能 来浇灌他们 来托住他们 欧主要来翻转他们 来兼顾他们 欧主谢谢你 谢谢你 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 阿们 好 弟兄姐妹请坐 好 我要把时间交给 天佑牧师 今天是他在我们当中传讲信息 给我们当中传讲信息